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1号 任意明年5月13日 这个时间节点很有意思 因为昨天美国公布了通货膨胀的数字到了8.6 昨晚可能所有的股市 包括欧洲的美国的所有的股市 统统都是暴跌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下周可能就进入到一个更加惨烈的状况 我们今天讲通论的第六讲 有效需求原则与无效攻击 第六讲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要将整部书 整部通论的焦点的部分先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所谓的提纲 窃灵 把纲拔出来 这个难度是极高的 我这两天其实心里边有一点 有一点 这个备课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无奈 因为我的那版中英对异的通论放在了深圳 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去 我现在手头这个版本呢 我就不告诉你我用的是哪个版本 其实我知道不光是这个版本 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版本 可以说是糟糕透了 糟糕透了 因为就像是诸四书五经 像这种翻译资本论和翻译通论 这个工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对文字的直语 它还要把里边的意思要意义出来 所以昨天晚上我在想 如果将来能有时间呢 我自己来翻译一个版本出来 这个版本呢糟糕透了 特别是通论的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则 其实你要是如果是字对字的翻译呢 当然未同嚼辣也就未同嚼辣 关键它是理解错啊 理解错了以后呢 就导致整个的这个书呢 就没法读下去 也没法看 也没法用 非常之麻烦 我也懂 能读四书五经的 那基本上属于大师体的人物 真正能把一个资本论 或者是一个通论翻译好 其实难度也是很高的 我国的1953年的那个版本的资本论的翻译呢 水准比较高 是集合了全国重要的这个研究哲学经济学的学者啊 反复的校对和翻译 即便是哪样努力 那个版本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么我手上这个通论呢 那个简直就是不能看 这个翻译呢 除了意思要弄明白以外 还得要有这个中文的相当的功力 就是你的中文能精确的 精准的把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 并且呢 多多少少 并且呢 多多少少要有一点文学性啊 就是让大家能读得下去 另外呢 他有一点点的这个优美啊 因为凯恩斯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 我说过 就是在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里面 没有一个人的文字可以超过凯恩斯的 而我自己也受他影响 因为有的时候 人可以用散文的笔法 写经济学著作 而在读他的人的这种感受里面 是完全另外一个感受 而这个翻译呢 这个目前我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版本 这个周末 我得再去一次成品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相对好一点的 因为你要引用的话 他这些话就完全翻得不对 也没有办法进行引用 是比较麻烦的 最近呢 其实在网上也遇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在香港这儿也有 香港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 因为香港的好多大学 好多很有名的学者教授呢 我们都是好朋友 大家彼此 高手过过招 遮到功力啊 但国内的好多朋友 特别是互联网上的朋友 在质疑我 讲资本论和通论的资格问题 我能理解啊 因为这个 我国的学界 特别是在社会科学这个领域里边 有一点像中世纪 有点像中世纪 它是一种垄断性的行为 就是它是一个 被社科院或者大学垄断的一些东西 它认为 有点像中世纪的教堂 就是它可以给你开天堂卷 因为这是一种生意啊 或者是这是一种 像美帝奇家族家族生意 就是他们俩出教房 出主教嘛 政教合一嘛 所以这是个垄断性的东西 就是你不在这个地方 你就没资格 这个垄断 或者是撬动这块资源 所以当我讲资本论 讲通论的时候 可能引起了相关方面的 这个一些震撼嘛 就是他们 当然他们不敢就具体问题 进行展开讨论 但是他们反反复复质疑资格问题 暂时我也不打算出版 正式出版这些东西 所以质疑就质疑吧 我们在真实的问题上 见功力吧 好 开始今天的第六奖 第六奖围绕的是通论的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则 其实坎英斯这个整部书里边 有几个章节是最重要的 其中第三章应该算是最重要的 有效需求的原则 可能好多朋友读过通论 或者没读过通论 可能你们对必能理解 为什么坎英斯会讨论就业利息和货币 他会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 而且是个通论 其实你真的对经济学有深刻了解之后 你就会看到货币问题的 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的这种比重 或者它是最主要的影响的力量 大家可能在听我的通论的时候 我介绍过坎英斯 坎英斯因为他本科他先学的是哲学 或者是逻辑 然后后来他又转了经济学 而他在中学的时候 获过大奖是数学 就是他哲学和数学都极好 坎英斯在不考经济问题的时候 喜欢用数学逻辑 比如说 这个 供给需求的函数 他使用供给需求函数 他和普通人的使用方法 和马歇尔使用的方法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们正常人是三维 就是这个横轴 纵轴再加一个 这个一共是三维 就是一个立体的思考 坎英斯加了时间轴 在加了时间轴之后 就进入四维 如果再加空间轴呢 大概是五维四维 五维四维呢 你用一个平面的理解 就大体是理解不了的了 你要如果是 立体思维大概能进去 但是仍然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如果翻译再翻译的糟糕一点的话 这第三章通常正常人是没法读痛的 我今天的 这一章的方法呢 我想是用案例 从案例入手 然后倒推回来概念定义和公式 然后 我们再来讨论原则性问题 我想呢 这样呢 我尽可能的把这件事情 能说清楚啊 当然你要是没有能够听懂 主要是我 没有说清楚 其实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是对人的要求很高很高的 这两天呢 我谈了日本问题啊 好多人在跟我进行激烈争论啊 就是 我表扬了黑田东燕 我 这个以前表扬过乌林纳 后来表扬黑田东燕 表扬乌林纳呢 很快被大家都认可和接受 表扬黑田东燕呢 就不大被大家认可和接受 尤其我对日本的看法 这个特别是国人啊 可能由于我国的主流的学者 对日本的一种看法 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可能大家一下理解不了日本的问题 也由于理解不了日本的问题 也很难理解美国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从日本问题入手来讨论 有效供给原则问题 1985年 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核心点 是要求日元升值 好多朋友不知道 日元升值是什么意思 这里边涉及到了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的货币问题 日元升值是价格总量 日本的货币的总量的膨胀 能理解吗 虽然它这个货币的总量 数量没有膨胀 但升值之后 它的购买力得到了迅速的膨胀 这个可以理解啊 因为货币总量的膨胀 或者是货币购买力总量的膨胀 或者是货币价格的总量的膨胀 是导致总需求增长的原始动力 或者是根本性原因 货币问题 为什么美国这回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美联储的QE扩表 它增加了货币供给 增加了货币供给 一会儿我们再讲到中国的时候 你就懂了 美国的日元 不是 美国逼迫日元升值 导致日本的货币的供应总量 急剧攀升 急剧攀升 急剧攀升的结果呢 就是总需求迅速攀升 总需求和有效需求 是两码事啊 总需求攀升之后 大量的货币需要一个去处 那么这个去处呢 它就变成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投资性需求 一个是交费性需求 投资性需求 导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 全部起飞 封掉 封掉之后 由于货币总量太大了 放不下 它就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它就主要进入到美国 注意 这是一个资本外逃的 一个逻辑过程 要注意到 这是个资本外逃 或者是外逃的过程 或者叫资本输出 同时 它又有大量的消费性需求 消费性需求 日本本国无法全部满足 所以它也需要 外部性的消费性需求 外部性的投资需求 外部性的消费性需求 它开始 打量资本外逆 请注意这里边的逻辑关系 日本 总货币 这个总货币和总劳动 是马克思的概念 我就说凯页斯非常懂马克思 他用的是马克思的方法 来解释 这个 有效需求的 总货币 因为升值 而变得 总量迅速膨胀 而非 总货币的 价值载量 升 就是价值载量没变 但是它的购买力 迅速膨胀 从300亿到70 数倍的膨胀 它导致 资产价格 和这个 投资性消费 和商品性消费的 猛烈的膨胀 导致大规模资本外流 能理解吗 我估计可以理解 在这个周期里边 就业 就业是一个 波动的函数图形 在货币总量 膨胀的过程中 就业是增加的 到了1991年 泡沫破灭 资本总量收缩 这个时候 就业 就开始出现 严重的问题 大规模失业 它进入到 1991年之后 日本进入到大萧条 然后经济呢 就开始活不了 活不了呢 由于 广场协议的约束 日元又不能 重新贬值回300 那么 它就必须 通过消化 资产泡沫 消化杠杆的过程 来完成 这个 总货币里边 价值载量 以货币购买力的回归 这个过程 用了整整 30年时间 能理解这个 日本发生了什么吗 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可能 我说到这里呢 可能好多朋友 能理解 我为什么 同意 黑田东燕的 逻辑和看法 也认同 现在 这个 黑田东燕的操作 其实 黑田东燕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安倍 选黑田东燕的时候 安倍 所谓安倍经济学 他是认可这一套逻辑的 黑田东燕是非常精彩的 因为黑田东燕 现在七十几岁了 他是 85年 广场协议 到91年 这六年的 当事人 他在现场 就是这个案发现场 他在 而且他看懂了 他和乌林娜的情况 有点类似 就是他读懂了 乌林娜是 14年开始 克里米亚那件事情 已经开始在教育他 怎么管理卢布 黑田东燕是 85年和91年 他看明白 这里边的逻辑了 所以他知道 该做什么 只是 日本的老百姓不见 只是日本的老百姓 理解不了他 当然 当然 我国的经济学家 和我国的行政体系的官僚们 也理解不了黑田东燕 理解不了黑田东燕 我想呢 也不能要求平台上所有的朋友 都认同我的观点 或者是接受黑田东燕的逻辑 但 我们今天讲的是 通论里边的 这个第六讲嘛 我们讲的是有效供给原则 我们要知道 这个有效供给 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85年日本错在哪 为什么 日元的升值 会导致货币总量膨胀 导致总需求的迅速膨胀 这些总需求里边到底哪些 构成的无效需求 最后导致资产泡沫 最后导致恶性的资产泡沫和恶性的冲锋膨胀 以至于日本进入了30年的 这种萧条 萧条状况 一直爬不起来 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我提醒大家注意 一个是 当货币总量膨胀的时候 会形成 外部性 外部性就是 他国 外部性的 投资 消费需求 请注意 请注意 我国 在 12年到18年 走资3万亿美元 他形成外部性的 投资性消费 投资性需求 形成外部性的 消费需求 外部性的意思就是 他不构成本国的就业 现在开始能理解点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面 这个 这个绕圈圈的 这个逻辑关系啊 当外部性的 需求 形成外部性需求 来增加 外部性的供给的时候 实际上 本 内部的 内部的 有效需求 相对缩减 内部的供给 被逐层消灭 这能理解吧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 九亿年之后 它的资本 大规模外逃 相当一部分的工业 特别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工业 大体上是 没有消失吧 就是 流失 流失了 很大一部分流失了 流失点 这里边 跟 整个的货币膨胀 是有关联的 我原来准备了香港的案例 后来 我想了想 暂时不提香港 因为回归25周年嘛 谈香港 好多人可能受不了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 香港当时的 货币总量的膨胀的利息过程 因为这涉及到 回归的 回归的安排 涉及到中英联合声明里边的 关于 货币和土地的 这个安排 这里边为什么会导致 整个香港的 问题和衰落 其实你读完通论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 通论谁读得最好呢 是伯利德曼 你说一个货币主义者 是 凯因斯的知己 好多人可能理解不了 但我知道 伯利德曼的货币主义 是源于有效供给原则 好 我们说一下美国 美国最近做错了什么 美国的QE 美国是QE加减息 你知道QE 是数量 扩张 减息 是质量扩张 数 数量宽松 或者是直化宽松 这个 它导致货币总量 总货币 迅速攀升 甚至是 疯狂的攀升 它导致总需求 疯狂 以后我再讲总需求 总供给和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啊 我一会儿再把它拆开 今天我争取 能把这第一个部分 讲明白啊 它导致总需求 迅速攀升 美国的总需求的攀升 会导致 美国的总需求 迅速的攀升 会必然导致两个部分 投资需求的攀升 和消费需求的攀升 投资需求的攀升 外部性油 它也投到其他地方 但不是主要 主要表达为内部性 资产泡沫的膨胀 就是它导致美国股市 和美国楼市的上涨 其中美国股市的泡沫 就极其严重 它的投资性需求 导致内部性的 这个资产的泡沫 有没有影响到外部 有的 有的 但它不是主要的 然而 然而 它的消费性需求 急剧膨胀之后 它需要外部性的供给 内部性的供给 完全无法满足 美国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呢 是外部性的供给 加内部性的供给 两个供给加起来 仍然满足不了 美国货币膨胀的 制造出来的需求 它就会导致 恶性通货膨胀 外部性的供给 出现了障碍 是因为两个城 一个城 是攻城 战争 一个城 就是封城 它导致了锻炼 供给出现了一些障碍 其实 即便不是 有两城问题 工城和封城的问题 总供给也无法 外部和内部的 总供给加起来 也不能满足 货币总量膨胀 造成的这个需求量 失衡 是必然的 而且这个事情 早已经看到 其实我的疑问 不在这个地方 这个事情因为 研究 资本的研究 通论这么多年了 这个事情是 对我而言 它是一个 租自头上的狮子 是明白的 我不能理解的是 美国那么多的经济学家 美国的金融从业人员 都是顶级高手 格林斯帕还活着 波南克在 耶伦在 他们都是顶级高手 他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为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不做出有效的阻止呢 只有萨默斯 这样的老财长 老经济学家 一遍遍发出警告 但也没什么用 没有人去听 一个过去的财长 一个经济学家 我刚才讲日本 我讲到了 总货币的扩张 与 价值载量 就是总货币的价值载量 就是它的 它的营收啊 它的 它创造价值的能力 就这么大 导致美元的价值载量 迅速减少 美元的价值载量 迅速的减少 意味着 劳动者的工资的降低 一会儿我讲 凯恩斯的就业是指什么 凯恩斯的就业 不是指单纯的就业的数量 就是就业人数 而是指总劳动 这是一件马克思的 就是总劳动 是减少的 可能就业的人还多 但是价值载量不够 就是通货币以后 导致它购买力 完了 总劳动在降低 问题还不光是 总劳动在降低 它还出现一系列的 其他的问题 美国问题呢 可以代括为 四个人的问题 第一个人是病人 美国的医保体系 出了问题 他的这个占用了社会的资源的大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坏人 病人多 不是他不是他治不好病人 在一个坏人 美国的坏人比美国的军人 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家 在监狱里的犯人 超过了全世界的犯人总和 美国是个很很奇怪的国家 你这么多坏人要做监狱的话 你得需要多少的法庭 法官 律师 司法人员 御警 就是你还需要的 跟坏人 做办的 服务的 他比 坏人还多 美国的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的问题 是军人 病人 坏人 军人 他养一只 根本不是用来 维护 美国利益的 军事能力 他这个军事能力 好多人说 美军是为了维护美元 美国霸权 或者是美国人的利益 你错了 因为军工符合体 已经独立于 美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而独立存在 他是一个资本集团了 所以他的军人 他美国 极高的军费 尤其连年战争 导致的极高的军费 军费不光是武器装备 因为他军人 还有退伍军人 还有这个残疾的军人 他整个的这个 这个财政开支的体系 占据美国的第二位的财政支出 第四个人 是懒人 病人 坏人 军人 懒人 懒人呢 就是寄生于行政事业单位 吃公粮的那些家伙 在美国 寄生的懒人呢 可能现在也是 经教下巴那么多 美国的行政体系 他的整个的事业体系 就是教育医疗 整个的体系 极无效率 所以他的整个这个社会 是病态的 是极度扭曲的 我说一下病人 坏人 军人 懒人 这个这个国家 他这四个人呢 他要求 你足够的税收 没有税收 怎么办 QE 信用扩张 货币总量扩张 总量扩张 需求扭曲 形成资产泡沫 形成 外部性的需求 外部性的消费需求 形成外部供给不足 导致 现在进入 已经开始进入 全面的经济危机了 有解方吗 有的 A A B两个解 A 泡沫泡面 学习日本 啪 D上三十年 B 解方 美元 贬值 泡沫泡面 或者是美元破灭 你选一个 拜登 想 选 贬值 因为 泡沫泡面 他就别选了 股市崩掉 楼市崩掉 拜登就 别选了 那么他想选 美元贬值 耶伦 想选 泡沫泡面 我 我 支持拜登 选美元 贬值 因为平台上的朋友 都蹲在筋子里 我希望重现 197年到1981年 美元 从35美元 凉值 到850美元 凉值 我希望 这个 我们能见到的是 拜登的选择 不然我们等了 这么长时间了 不过是 读了 这么多书 研究了这么多 不就是 蹲在地上等 这一天吗 当然 我在这周聊天的时候 好多朋友跟我说 这两件事情 有可能会变成一件事情 又贬值 又破灭 希望不要那么惨烈了 好 取了日本和美国的例子 可能好多朋友说 为什么不取中国的例子 因为这堂课呢 这堂课如果 对中国有意义的话 我就想 经你们同意 这堂课我想拿出来 公开给 给有关方面看 就是 他们被骗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被骗了 我想把这课拿出来 讲中国问题呢 讲完以后呢 也涉及到对于院里 不尊重 涉及到对我的 原来的同事呢 才能够的旧同事呢 不够礼貌 我谈中国问题和香港问题呢 少谈 或者是不谈 这样呢 这个 我把原理谈在他们看的 是这么个原理 就行了 你要说 你们错了 大家就 就很不舒服了 对吧 我先告诉大家 你们查百度百科 或者是查 维基百科上面 关于有效需求的定义 是错的 还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是百度百科 有效需求的解释 它竟然解释成 大于定律了 出现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呢 他这个解释 有效需求的解释 是完全错的 我呢 在给你一个定 不能说我给的有效需求定义 就是对的 在我给有效需求定义之前呢 我先给你一个 一个直观的感觉 我们用几何的图形来解决 先画一个圆圈 叫总需求 再画一个圆圈 跟总需求 有交集 叫总供给 交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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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效需求 但不是全部有效需求 交集的部分是有效需求 但不是全部的有效需求 为什么 因为有效需求 有外部性的 有内部性的 有内部性的有效需求 有外部性的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 也有内部性的 有效供给 也有外部性的 有效供给 它既是个时间轴 它又是个空间轴 所以我 你画图的时候 是这样画的 两个圈 两个圈 有好 给按住 就是 有效需求 两个圈 有效需求 和有效供给 两个圈 有交集 交集以外 仍然还有一部分 虚线 遮蔽的部分 是总有效需求 和 这个分成 内部性和外部性 总有效供给 可能内部性和外部性 我估计呢 说了这儿 就需要黑板了 我估计好多人 可能 已经有点迷糊了 好多人不懂 日人贬值的意思 贬值 这个过程 就是总货币 在收缩 总货币收缩 导致 总需求 收缩 总需求 收缩的同时 由于 总供给 没有收缩 总需求收缩 总供给就收缩 总需求和总供给 是相等的 总供给里边的 有效供给 没有收缩 特别是内部的 有效供给 没有收缩 那么 总需求里边的 有效需求 迅速收缩 导致 新的结构 产生 这就是黑天冬烟药 我 整理文字的 同学可能辛苦一些 我不知道我说的 我自己也记不住 我刚才说的事情 是怎么描述我 怕我到时候说的时候 会误导大家 好吧 对总需求和总供给 他们两个 是横等的 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呢 在这一章里 第三个部分 凯因斯是一个非常 绅士的人 他从来不批评别人 但是在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则的 第三个部分 他不小心 批评了一下子 李家图和他的老师 马歇尔和他的好朋友 屁股 而且他里边呢 有一点点的质疑 有一点点质疑 就说 难道 你们不生活吗 你不去买菜吗 难道 你感觉不到 李家图的理论 错了吗 不是真理 刷一定例是有问题的 难道感觉不到吗 感觉到了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 都不说这件事 然后他没解释 这个 这个通论第三章 李家图那部分 很有趣 那里边呢 有一个心理暗示 就是 凯因斯认为 他们站的是精英立场 就是没站在老百姓立场 在思考问题 因为 按照发业定律 或者按照李家图的看法 按照马歇尔的看法 按照碧谷的看法 市场 会自动完成 总供给予总需求的平衡 总供给予总需求的平衡 它是平衡的 至于里边的平衡过程 可能导致 比方1929年 70%的人失业 可能导致很多人 露宿街头 可能导致很多人饥饿 甚至因为饥饿和 和这个疾病 导致 人均寿命迅速下降 但 苏宅里的经济学家认为 这很自然的 这应该的 这没什么呀 市场调节 就是这样残酷的呀 所以可能 他在第三个部分 发出疑问 说你如果发现了问题 知道这个理论有问题 并且知道这个理论 是政府 是财政部和 央行拿你这个理论 来制定政策的 它会导致老百姓 多么大的痛苦 可能给国家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 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说呢 如果让我来翻译 第三章的第三个部分 我会翻译得 极为精彩 当然了 当然了 那也不是 卡严斯的本意啊 只是我的 一点点的感慨 好 我们现在应该给出 有效需求的定义了 什么是有效需求 我给的定义是 能够有效提升 本国就业水平 和工资水平的需求 再重复 能够有效提升 本国就业水平 和工资水平的需求 好多朋友说 这个能用 排他法吗 比如说 不能够有效提升 本国的就业水平 不能够提高 有效提升 本国工资水平的需求 难道 是无效需求吗 我的意思是 经济学的一些理论 特别是定义 不要 不要把它当成原理 所以 凯英斯通论第三章 叫有效需求原则 他没有说有效需求原理 因为有涉及到原理 才有反证的问题 原则不是个反证的问题 无效需求里边 比如说毒品 它是一个无效需求 但是 但是 在1840年时候 英国人 后来主要是美国人 他们拿这个无效需求 进行了 中英 大清帝国 以英国大清帝国 与美国的贸易平衡 还有 无效需求 过度的房屋 房屋需求 无效需求 什么叫过度的房屋需求呢 就是你 住30平米 够了 一个人啊 但是你 安排了个3000平米 或者是30套房屋 这叫过度需求 过度投资消费 过度消费 它导致的是 过度供给 这个 是无效需求 那个导致的那个供给 在相当程度上 在经济学理论上 它是一个跨期的问题 时间轴的问题 它在特径时间表达的是 有效供给 还有效供给 过度医疗 我们刚才说 这个 病人 坏人 和这个 这些病人里面 就过度医疗的问题 整个的美国的医疗体系 出的问题 过度消费 无效需求 我再重复一下 我刚才给的 这里边呢 包含了几个意思 一个是呢 能够有效提升 办国就业水平 提升他国就业水平 不能叫无效需求 但是 我不想这样来定义 它是我国 对我国而言的 有效需求 好吗 能够提升 本国的就业水平 和工资水平的需求 你懂我的意思 我不能说 一个中国人 去买苹果手机 是 无效需求 我不能这样的定义 好吗 我也不能 将这个定义 变成 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为特朗普 是这么讲问题 所以特朗普搞贸易战 关于有效需求的 这个定义的问题 关于有效需求 和有效供给的 理解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这里边 我刚才划定了 那个边界 并不是一个 完整的边界 所以你读第三章 你理解不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凯恩斯 给出的是一个 基于数学的 一个逻辑 而后来我看到 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上的 它是总供给和总需求逻辑 跟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 相去甚远 总需求和总供给 是平衡的 就像 有借币有代借币相等 它是平衡的 但有效供给 与 总供给 是不会平衡的 有效需求 可以大于 总供给的 不是 有效需求和这个 有效供给 是不会平衡的 有效需求 会大于 有效供给 所以才有泡沫 和通货膨炸 不然你解释不了 整个的现实 整个的这个解释过程呢 我们 在定义的部分 先说这么多 可能以后我们还会设立到 同类型的问题 在分类里边呢 我刚才讲了定义 我们讲一下分类 这个分类里边呢 有效需求分为 国内有效需求 国外有效需求 也可以将供给 也分成国内有效供给 和国外有效供给 全产业链 是讲的是 国内的 有效供给 讲的是 国内的 这个 一个生态 产业链生态 其实你读完通论 你就知道 说 腾龙换鸟那个人 那肯定没有读过经济学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所以 他 他腾出来那个龙 进去的那个鸟 叫房地产 不叫高科技 在处理 这个 有效需求计算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用 需求函数 需求函数呢 就是 他 他多数的时候 需求函数是一个 价格表达的函数 但在 通论里边 会经常使用 就业总量 这个概念 就我刚才说了 就是劳动总量的概念 总货币和劳动总量的概念 你可以设定各种的 你认为合适的 需求函数 因为大家学过函数 应该知道 这个资费量和资费量 这个关系 有的是正向的 有的是反向的 有些上升的 有些下降的 可以自己多做一些 比较以工资 为这个应变量 但是通常呢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还是用GDP概念 就是GDP 等于消费 加投资 加政府采购 加净出口 就是我上次说的 Y等于G 加I 加D 加 扩乎 X 一个空间概念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 这个影响 有的时候在计算里面会起来 非常复杂的 扰动的过程 好 来到了今天这堂课的 核心的部分 我对 有效需求原则呢 做了一点 总结 其实这个 卡因斯呢 他的第二个部分呢 他把它概述为 他把 他说 我将这一理论 概述为 几个命题 一共是八个命题 他没有说原则 他概述为八个命题 但是他的 总论是有原则的 我做了一点点的总结 因为 我们都用 卡因斯的数学语言的话 这课呢 就没用了 就没有意义了 大家就不能拿去 他用 用于时代 拿去进行写文章 或者是拿去投资 好 我总结的 一共是八点 第一点 也算是增加 有效需求的 一个原则吧 就是 应 有序增加 货币供应 就是总货币 同时 务必减少 资本 外印 有序增加的意思就是 货币 总货币的增加 是经济增长的原动能 这个是需要的 但一定要警觉 就是增加货币 总货币 是在 不资本 外淘的前提下增加 如果资本 外淘 比如说 12年到18年 我们总货币增加 还不如 外淘的 就是12年到18年 外淘的货币总量 外淘量 和我们的增加量 持平 甚至超过 那么 增加货币总量 会增加有效需求 好吗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增加内部 有效需求 直接拉动 内部 有效供给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增加的 内部有效需求 要与 拉动 内部有效供给 匹配 不能做什么事情呢 不能增加 内部有效需求 拉动 外部 有效供给 我说明白了吗 我们制定的 内部增加 有效需求 无论是投资性的需求 还是消费性的需求 物应构成 外部的 供给 增加 外部的投资性供给 和消费性供给的增加 说不清楚也没关系 大家还有时间 慢慢去思考 第三个 增加 外部有效需求 间接消化 内部有效供给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要进行海外投资 比如说阿富汗 我们允许阿富汗政府 到北京来发行 人民币国债 在这个全球市场流通 阿富汗人民币国债 然后 阿富汗 在中国大陆 进行采购 因为阿富汗重建嘛 所以他就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 什么一些东西 高铁什么的 间接消化 内部有效供给 请我再说一遍 第三原则 增加外部有效需求 间接消化 内部有效供给 这应作为我们的 这个有效需求管理 这一个重要原则 好吧 现在呢 我们有时候说 这几个原则 其实很难 例如我们想办法要说服 财政部和央行 你得 就是你不读经济学 没关系 你得知道 为国家和为人民服务 是这样的一个朴素的道理 不然的话 你再折腾成12年到18年 那还得了 第四个原则 减少内部的无效需求 或者是尽量压缩 内部的 无效需求 当然了 压缩内部的无效需求 也意味着压缩 对外部有效供给的压缩 其实是非必要 我不是说 这个买苹果手机 是无效需求 我不是说 我们也不是说要屏蔽 排除 是要控制 我不是说 一定不能玩游戏 在游戏上花很多钱 我不是说 你不能买第三套房 第四套房 不是 要减少内部无效需求 控制内部无效需求 尤其是当这个内部的无效需求 是外部有效供给的时候 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第四条非常重要 第五条原则 增加 向外提供的 一切供给 就是增加外部供给 供给的外部性 当然了 我说的一切供给里边 不包含鸦片 我们不干这种事情 不包含鸦片 是鸦片以外的 包括军火在内的 一切供给 为什么要 要把它作为 第五条原则 是因为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在自我设限 就是我们 应该提供 外部所需求的 一切供给 尽可能的排除一些 现在的一些 因素 要将这个供给 发挥出来 第六条原则 务必保持 本币的价值载量水平 这就涉及到工资问题了 就是如果你本币的价值载量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总劳动的总量 就不会萎缩 如果总劳动的总量 出现了变相的萎缩 一定是有人在偷偷的 干掉人民币的价值载量 也就是老百姓的购买力 在萎缩 这是第六条原则 有效需求原则 这个第六条 第七条 战略储备 战略储备 是构成 中国 总货币价值载量的 一个重要的 压仓 第八条原则 是精简 无效需求的原则 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义为 精兵减证吧 精兵减证 就是 尽可能的压缩 基于行政事业的 无效需求 好吧 八条原则 今天的 这个 这堂课呢 大体上我觉得 我应该把它说清楚了 我最后 说几句吧 说几句中国的事情 我尽可能的 不惹麻烦 不惹麻烦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水旋 水循环呢 因为水循环 增加的是 本国就业 和本国的工资 这是第一个 A 这是最重要的 本国就业总统资 A B 它是充分内部性的 就是水循环工程 拉动的全部是国内有效工具 C 水循环形成的是 是长期盈利性资产 正线人流 因为 节约的是水 是环境 它对经济上的这种增益 是非常高的 肯定高过美国国债3% 而且它是可以一代两代三代人去享用的 为什么强调水循环 我不批评其他人的政策建议 有多么坏 或者造成多么恶劣影响 我只是说水循环 用我们今天的逻辑 就是这样分析 本来想说一下子 截断内部无效需求 截断外部无效需求 截断 还是不说了吧 这个也不对 目前的政策 包括若干 下这个政策和相关的内容 做出评价了 你们学完第六奖 可以利用这个有效需求 和这个有效供给的这个逻辑 来对现实问题 做出评憾和解说 今天的课到这 我再说两句 美国市场的事情 因为这个下周呢 可能整个的市场会突现 骤然的调整 念到两句 今天就结束 美国的这个情况呢 它陷入一个 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 就是因为一个好的政策 需要一个时间和空间 它时间错过了 好多人说2021年 应该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不是的 不是的 两年增加7万亿美元的货币总量 我们讲通论 那只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货币总量增加7万亿 加上货币乘数是多少 它增加的需求量太大了 而能提供的资产数量 本土 本内部的 本国的资产数量 和内部的本国的 这个 消费品的数量 都完全失去平衡了 是老毛病 只不过是 这两年 加剧了 而且这个加剧 现在要往回收 我们按现在美联储的计划 加息到3.5 缩表3万亿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而且时间的 时间的点 错过了2021年 不说 整个达成目标 目标要到2025年 没有意义 结论 结论就是 两个方法 要么资产泡沫破灭 要么美元 出现激烈的变质 关于这两点 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短股 长金的意思 何以为短股 就是资产价格 会剧烈调整 全世界都调整 中国当然也要调 调多调少的问题 资产包括了 房地产和股票 美国的货币调整 我们准备好了 短股长金的长金 就是为这一天 做准备的 美元贬值 那么我们也金字在 人民币可能也会 伴随的进行 某种程度的贬值 现在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当美元对黄金贬的时候 人民币也要贬了 而且贬的幅度 我这里边不够评价 所以呢 短股长金 依旧是我们应对 所有事物的基本原则 我等这一天两年了 我不知道 耶伦的道歉有什么意义 他说2021年 其实我们短股长金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美国当局 把时间拖成这个样子 害得好多朋友对我 有意见 有些人可能还有微词 无所谓了 我们看结果吧 因为我们是基于 这样一个理论和逻辑 来做一点点自己的事情 我的原则就是 不输钱就行了 赚多赚少 看你的命 不赔钱就行了 好吧 就聊这么多 然后下周呢 我们正式聊天 我们可以多聊点 山山水水的 上次聊我的老师 以后我们可以多聊点 其他的内容 好 明天三点钟 十一不缺 这东西 我们可以多聊天 我们可以多聊天